鱼 在中国人的美食食谱中占有很重要的底位 对鱼的烹饪 巴蜀一带的厨师尤其擅长 享誉全国的水煮鱼 埋凤鱼 酸菜鱼 皆来自鱼齿 今天厨子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丰味纸浆鱼片 希望大家喜欢 丰味纸浆鱼片 属于一道典型的江湖菜 此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鱼片爽滑 并融合了四川泡椒的风味和纸浆的鲜香 草鱼宰杀后从背部破开 刮去黑膜 斜刀 将鱼片成约一厘米左右的厚片备用 将背好的鱼片放入盆中 用清水清洗两边 盆中加入少许的盐 胡椒粉 生粉 料酒后 抓隐上嚼 腌制15分钟后备用 准备辅料 只将切成大小均匀的细食后备用 泡椒切成段备用 大蒜拍破 大虫切成颗粒 小葱切成约1厘米左右的小段备用 干辣椒切成小葱 干辣椒切成段 锅中下油 再下少许的红油 倒入各种辅料 快速炒出香味 大火烧开 调入少许的鸡精 味精 白糖 先将鱼骨放入锅中 鱼片 将鱼片放入锅中 鱼片 锅中鱼片 锅中鱼片入锅后不要翻动 只可轻轻推动 以保证受热均匀 鱼片煮至边热时 即可捞出装盘 锅中牛汁 锅入少许的辣纤露 花椒油 将调好的汁淋在鱼身上 撒上点葱花 鲜花椒 淋上少许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美味继承 风味只将鱼片成菜的关键在于鱼片的处理 鱼片太薄 容易导致鱼片碎掉 太厚又不容易成熟 原创不易 您的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厨子说菜 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 我是厨子 期待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